刚刚那个就是歌曲中也讲了 他说这件事情 我本来就想让他稀释宁人就过了 对吧 一开始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态 苏教授你来想一想 人家就说哇你好勇敢啊 我们就很喜欢特质 就是这个人特别真实 特别的正直 他就说我一点也不勇敢 因为我们也知道 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他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包括就是网络上的这种工具 要到三号 甚至生命方面的一些恐吓 他也躲起来两天的 他也说的他一点不避讳 没说我就是个勇士 那最终他还是勇敢地站出来了 我只是在做认为对的事情 那苏教授 他在做什么认为对的东西 事情呢 你来谈一下 刚才文凤说得很好了 怎么说呢 就是共产党自己做的 就把这个事情越闹越大了 本来英国人是个声势 我们知道 他们讲述契约精神 因为共产党比如说在香港 就这种缺乏契约精神 已经让英国人觉得受不了 因为香港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主中国吧 对吧 所以香港这种事情 对英国人 那时候 绝对可以说 给共产党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 然后呢 这件事出来以后 人家马上就想到香港 应该说 就是没有契约精神 我有钱 我能够走有一切 就是那种习近平的 战狼外交一模一样的 等于说 用法律手段 我有什么手段 我有钱都能搞定 所以这种做法 就让这个英国声势 有了反抗 而且是和他的那种价值观 完全不符合 就是说共产党 碰到一个石板上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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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